中兴网深圳12月2日电记者郑小红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简称先进院中美合成生物学院市高端论坛 即合成生物学研究所 愁成立节台以12日举行 先进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将下设定量 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 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 以及合成精英组学研究中心 三大研究中心拥有三个中美院式实验室 12个海归课题组成带队的实验室 汇聚了国际合成生物学前沿力量 有望成长为一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合成生物学研究机构 仪式上国际精英组编写计划 中国正式启动先进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 筹建所长留成立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首席教授 才一支分别代表先进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 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合成生物学研究所采用合成生物学的工程化设计 理念专注于人造生命元件 精英线路生物器件多细胞体系等的合成再造研究 旨在揭示生命本质和探索生命活动基本规律 预测未来 不如创造未来 我们希望年轻的团队能够在科学的征途上不断前行 先进院院长樊建平说 仪式结束后 先进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 筹 举行了中美合成生物学院士高端论坛 美国工程院院士杰基斯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新生 中科院生物物理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鲜恩 以及香港大学明德教授习中深圳教授黄建东 就合成生物学的学科发展 自动化设施的搭建 国际合作项目及未来产业化前景等展开学术交流与讨论 完